洛杉矶县植物园 雅凯迪亚购物中心 和天狱艺术文化公司 携手合作 将推出灯笼艺术节 月光森林御展 这场御展是为了 10月下旬的 灯笼展览座铺垫 让民众可以近距离 来欣赏鲜独为快 由天狱艺术文化公司 巧手设计的灯笼 将在Westfield Center Anita购物中心 三个不同的地点展出 内容包括淘气可爱的 大熊猫 以及嫦娥奔月的传奇故事 新闻发布会当天 洛杉矶植物园 首席执行官 Westfield Center Anita 市场营销经理 以及天狱艺术文化公司 代表出席了活动 并且未即将在 10月26号举办的 月光森林灯笼艺术展 宣传造势 这次灯展 我们有很多特色 然后这个灯展非常大型 我们有总共超过 有60个灯组 然后现在有超过 30多个大的 海运集装箱的灯组 还有就是在 已经在路上了 马上就会到达这里 然后大家除了 来我们灯展看灯以外呢 然后我们还有 中国最传统的杂技表演 还有就是民间手工艺 还有到时候也有 很多中国餐饮 还有中国美食 像这样的嫦娥奔月 它只是一个灯组 这个熊猫 这么多个熊猫 它也只是一个灯组 我们像这样的灯组 我们还有很大型的灯组 也超过 总共有67个 往年灯笼艺术展 都吸引了上万人 朝前来参观 夜幕地锤之后 植物园在 缤纷绚丽的灯光点缀下 摇身一变 成了一个仙境乐园 华丽的灯笼艺术上 刻出了各种的珍奇艺兽 灿烂的花朵 逗趣的熊猫 以及腾云驾雾的龙等等 让这片月光森林 变得分外迷人 Westfield Center Anita 购物中心的预展 将从9月25号到10月24号 从10月26号起 月光森林将在 洛杉矶植物园完整展出 超过60座精心制作的灯笼 将在植物园大方一彩 快点和家人朋友 以及伴侣 一同畅游享受快乐时光吧 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登陆洛杉矶植物园的 网站进行了解 中方电视采访报道